- 洗臉的洗臉 嗨,我又回來了 上一集關於洗臉的,看了嗎? 還沒看的,趕快回去看喔 因為我們要進行我們的保養步驟了 要怎麼樣讓保養品徹底的吸收進去呢? 首先就是要做好徹底的清潔 所以上一集沒看的,趕快回去看 那麼現在我就要來隆重的介紹 我最近買到一個還蠻厲害的商品 就是這個 全名叫做EGF修護凍乾粉 兩瓶玻璃瓶,然後你要混在一起的 我已經用掉一瓶了 它一瓶大概可以用個一周 我是用了一周才跟大家很想心得的 因為我從香港回來皮膚整個大過敏 有一天我就洗完臉,就突然整臉的 就很像賴麗皮這種感覺 就摸起來我都要嚇唬 好,這個保養品解救了我 我可以告訴大家我怎麼用 很難剝 它一個呢是乾的,乾粉 不會動的,我一開始收到我也會壞掉 然後這個呢是液體的 首先要把它打開 然後打開之後呢,要把液體倒入粉狀 接著用它敷的蓋子把它蓋起來 看到齁 它現在其實我還沒有搖的時候 它已經快溶解了 然後這時候就是用搖晃它 這個保養品 修護凍乾粉呢 有寡態之一 乾物糖醇 綠化鈉 磷酸氫二鈉 檸檬酸 乾物液態的是修護融莓 成分有水、乙醇 醃醇 甘油 飯食油果提取物 丁耳醇 乾皮 分 水、羊酸 甜菜鹼 水、羊酸 鹽 甜菜鹼 水、羊酸 水、羊酸 甜菜鹼 水、羊酸鹽 冰片 薄荷腦 應該是薄荷腦 因為我就是敷上去的時候覺得涼涼的 然後青乙 雞 纖維素 甘草酸二甲 髒腦 苦森提取物等等 蠻多的 它這個商品介面在介紹的時候是說 製豆疤凹凹凹的 因為我本身這邊就是有一些豆疤嘛 有一些成年的 大概跟著我十幾年的凹凹凹的豆疤 很煩 就大概兩家 然後我本來是想要買那個來治療它 就剛好感傷了我 就是過敏 這個症狀 然後我就用這個 所以充分的搖勻了 然後我就會這樣子滴 其實它用量很省 我剛剛說我一瓶大概用了一個禮拜 然後其實就3D 接著我會把它冰到冰箱 你知道現在夏天啊 六七八九月這個天氣就是 你知道一定要用涼涼的東西 敷在臉上才會舒服 所以我就把它冰到冰箱 洗完臉可以當作一個手臉來用 然後清拍 然後洗收 我上一集有講到就是它的那個洗面乳 三剪套洗面乳 然後化妝水跟乳液 然後就用它們的乳液 沒有太濃厚的味道 喔對 剛剛的味道其實有點像是 鹽藥水 有點像鹽藥水的味道 覺得還蠻特別的 它就完全沒有任何香料 就是 就是 保養品本身的味道 來 單價是非常便宜 所以我就會 脖子啊 身體啊 超腿啊 也是 骨尿酸原液 玫瑰味的 胃都會拿來擦身體 就洗完澡有沒有 就全身都擦一擦 然後還有 微擦這個 這個應該不太需要介紹吧 就是小中品 現在都是用液態的 保養品就是越用越濃稠 從洗臉到水乳霜 然後接下來是小黑瓶 上次是不是有介紹過它的那個 介紹過這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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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這也錯 好 我先用它這個 我其實都用一滴而已 但我皮膚不適合 摩太厚的 太厚重的東西 小黑瓶座我都用 就是用在眼周 對它本身就是用眼周的 然後一定要這樣子 輕輕的把它推開 然後輕輕的按一按 促進血液循環 然後你可以用這一瓶 像我真的是對酒精過敏 你看我 稍微用有一點點酒精成分的 剛剛我的眼睛就紅了 我其實用這個也是會 所以我沒有辦法太靠近眼睛 但它又是眼霜 我按摩一下 按摩的穴位在那個 骨頭 眼眶骨的內側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輕拍 這樣保養就完成了 好 下一集我大概會介紹 它們家珍珠粉的敷臉的 我要先試用看看 試用一周後 看怎麼樣 再跟大家報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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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 你 應該 你們 可以